早晨,KK Sir 早晨,今天行山見到你 最近聽到很多中暑出事的新聞 究竟中暑之前有什麼先兆? 其實呢,我先在這裏借這個機會和大家說 如果我們去行山,一定要行山安全 其實很多人在行山,當他出現不舒服 中暑之前會有身體不舒服 譬如,如果他幾個人在行山的時候 他會發覺自己說說說話,聊聊天,都不想出聲 還有那個面色,大家幾個人一起行 朋友之間,要互相照顧的時候 看到他的樣子,由一個很正常的面色 會變成淡色,好像沒什麼血色那樣 就已經開始塌了,很快就開始塌了 還有呢,他之前會穿出很多汗 然後沒有什麼汗出的 還有那個人呢,不是很紅的 其實那個面好像是嘴唇呀,開始乳乳呀 那個面開始霸了眼,沒有了很清的光澤的 那時候那個人就已經準備準備了 我們叫做collapse的準備 如果在行山的時候覺得身體不妥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到呢? 哦,其實呢,首先呢,要了解自己 本身你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病痛 還有呢,我在這裏呢,正重建議大家 行山的朋友,一定要結伴同行 不可以自己單獨一棍行 即是說,行呀行呀,就自己墮後 或者自己想走快些 因為在這個途中呢,你隨時走快都走錯路 那又跟那班朋友,大家就miss了的了 還有你自己墮後呢,又跟不上上高 那我也是要勸喻一齊朋友出來行山 或者一隊人出來行山,一個team的行山呢 你們要互相,真的要結伴同行,互相照顧 那因為,在你的隊友裡面,行友裡面呢 他有什麼身體不妥呀 或者沒有水呀,或者沒有食物呀 或者今天,可能昨晚不夠睡呀 最近天氣熱呀,天氣好熱的天氣呢 如果你熬了一晚通宵呀 或者昨晚睡得不好呀,做事太累呢 那你在那個浩熱的天氣出來行山 其實真的很危險的 但是如果你做足以下安全的措施 你就會很安心的呀 首先譬如,你好像今天熱的那些 你一定要吃早餐呀,充足的睡眠呀 還有,如果你們上山,今天天氣熱呀 我建議你們大家,每人身上 起碼有一些冰了的凍水,為什麼呢 當你很熱的時候,你只是冰的 那在自己的耳窩後面,上山很熱呀 不舒服呀,那你就可以拿來這樣幫自己降溫 那你就會幫到自己沒那麼容易去中暑熱 中暑意思是在我們的身體 承受不起一個高溫的狀態在我們 那你根本是不習慣接受不到的嘛 還有,我建議大家,初初出來一行山 就不要想著,我今天要爬什麼山 譬如,後面這個八星嶺要爬多高 或者我要上什麼山,就演示到 我能夠行到山,不要這樣去玩 如果你不是一個經常運動,長期習慣了的人 我建議大家,行一些水塘區呀,郊遊的山呀 那些郊遊路線呀,還有有多些樹蔭的地方 去適應一下給自己那個戶外陽光先接觸 另外一樣就是,在那個路線的途中呢 當然不是叫你玩間,重新不是叫你玩間 是會經過一些水位的 要拿些水洗一下手呀,濕一下面呀 將自己降一下溫呀,拿條毛巾搭一下做一下 也是幫自己降溫的一個很好的方法來的 但是我不建議你途中,就拿些水去浸呀這樣 因為這樣很容易會令到你自己抽筋呀 一個很好熱的天氣,突然之間去 好像啤水那樣啤下去呢,對身體就不是那麼好咯 近來見你好熱都去操練呀 有沒有擔心過中暑呀,什麼秘訣可以分享一下 我就不擔心的,因為我們已經長年都習慣了 我們由十幾度,十幾度,二十度,二十度頭 二十幾度,三十三度頭,一陣陣陣 年中無憂那樣在那個山那裡去適應了 還有我們,因為我自己以前的工作是做那麼多的拯救 我很了解到任何的天氣,用什麼自己的適應去裝備它 譬如好像今天的天氣那樣啦,雖然都是一個好熱的 我自己又來有冰凍的水呀 還有有冰凍的電解的飲品呀 幾大支,你看我一個人平時沒那麼大支 但今天熱嘛,所以特別要拿得多些 來給自己的降溫咯 因為玩山是一個享受,不是一個挑戰 不是一個好勝去鬥咯 好,多謝KK先生和我們分享 希望大家一齊來玩山,玩得開心和健康啦 早安啦,Helen 早安 今天這麼熱都行山呀 拍不拍好辛苦或者中暑的呀 其實呢,天氣都是很熱的 不過呢,我們行山是很小心的 通常呢,我們都會快定足夠的水分 太陽眼鏡,戴帽,那些東西都預備 那你行山之前有些什麼準備的呀 最重要呢,是充足的睡眠啦 出發那天呢,我會雪地一些冰柱,冰水啦 帶足夠的水,防曬用品都可以啦 那跟家人那方面有什麼溝通的呀 之前呢,我會告訴家人聽我的路線啦 那他們就會知道我今天的行程去到哪裡啦 那就會安心一點啦,是嗎 是啊,沒錯啦 其實危行教室其實都很好的 我們呢,出發之前呢 他會有一個健康申報表給我們填曬的啦 那他們也會知道我們緊急聯絡人的證明啦 電話啦 如果我們有什麼事 他會立刻第一時間會通知我們所有的家人 還有他們會有足夠的教練跟我們一起行的 好,多謝了Helen Thank you 謝謝 早安,Eddie 早安 今天這麼熱都出來行山呀 怕不怕很辛苦或者中暑的呀 我們有充足準備呀 哦,那所以是很安全地行山的是不是 是,沒錯 那行山之前你有些什麼準備的呀 我想呢,由行山之前開始講啦 好 前一晚要足夠的睡眠啦 那,充足的水啦 那我呢,會選一條冰條的 那就是藝衡教室教的 這個很有用的 還有呢,藝衡教室有個好處 他會呢,問了我們健康狀況 讓我們自己可以做一個assessment 那然後呢,就會有個緊急聯絡電話 那有什麼事呢,我們都可以聯… 即是,藝衡教室都可以聯絡到那些我們的親人 另外就要讚一下教練啦 教練呢,很充足的 那呢,有什麼事呢,都可以互相扶持呀 其實他扶持我們 那呢,就很安全地可以回到家的 最緊要大家享受行山啦 沒錯 安全全地行山啦 沒錯 好啦,謝謝Eddie 好 謝謝